此季菲律宾分会在奥默克发放大米 远从马尼拉以及独鲁湾前来支援的志工 就住在简易屋里头 大家生活简朴但满心欢喜 从马尼拉到奥默克 一路奔波千里就为援助大米发放 远道而来的志工们暂时住在简易屋 里头仅有福会床 什么家具都没有 但一铺上被单和枕头 感觉很温馨 必要时还能够灵活应用 这里的水电也还没接上 天黑就靠手电筒照明 没有自来水要用水去外出提水 生活不比都市来的便利 但志工们却有不同的体会 谢谢 如果阿波拿到奥默克的 没有啦 在这里住了七天六夜 离开时大家依依不舍 有人真实体会什么叫省水 从两个水桶到一个半 到只用一桶就可以了 然后洗完洗澡的那个洗澡水 就用来冲马桶 有人舍不得福会床 跟我们在家里睡的那种软的床垫 我们有时候都会睡得要酸背痛 但是这边没有想到 它是硬硬的这样子 但是睡得很好 简易屋的日子 简单又纯朴 却更能够享受生活 这也是志工们意外的收获 大约新闻李嘉美 罗登 菲律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